文室空间变穿菜馆 热灵亭也五次还召开 这么痛苦都是因为社区楼下的穿菜馆 不止油烟攻击 还有抽油烟机抹阴穿脑 甚至成都参菜的抽油烟机 放在一楼的花园 它的震动会传导到二楼三楼四楼 甚至五楼六楼 每天都睡不好 都吃不下那个味道 实在是很受不了 你可以形容一下那声音大概像怎么样吗 轰轰轰的那种声音 轰轰轰的声音 轰轰轰怎么睡 三楼住户守不了了 刮布条麦屋求离开 住户说这穿菜馆 原本应该是眷书文物展示空间 时空被主委私下煮给餐厅 让他们饱受臭味及噪音困扰 但老板就认为 他真的在做文化传承 美式文化的传承就是 做一个特写 这个礼拜做云南菜 然后下个礼拜的 做这个湖南菜 你看像这个人文在那边用餐 那这属于什么 文化传承的一部分 透油烟机噪音 让他们没办法睡觉 你现在看可不可以 我是有加布认器 他实在挑毛病 认穿毛病很糟糕 我从来不跟他回应 为什么 由政府去 由这些和官员来处理 他跟你们申请是 眷村文物展示空间 对 但是他现况是当餐厅使用 他就是违规使用嘛 我们就勒令他停滞 官员说已经勒令停业五次了 但他们还是继续开 已经开罚六万元 会定到改善为止 必要时会断水断电 甚至强制拆除 怎么了 对 我去报告 不好意思啊 他现在没有事 他现在有事 土包中心新竹报道